还是一月初种的杨鹤,老板说这个营养挺特别的,接着,就等啊等,每周都会去瞧眼,看看什么时候发芽。 但奈何,野草都开始长了一茬又一茬,它们丝毫没有动静,就像我没种过一样,因为都是用加仑,五加仑种的,耗资巨大。 如果没种活,浪费的盆土可不少,所以,今天打算冒险一试,随机选一盆,到处来看个究竟。 这五加仑有点重,不好把握啊。 先倒一点看看,好像什么都没有,再接着的,有货,发现芽点了,真是隐藏的惊喜,心情有点波折,有嫩芽就得再细致一点,别把芽碰断了。 先把在外面的,整理一下,当时每个盆,都至少有三到四块根,看一下这盆有几个芽,心情比刚才可是好太多了。 白生生的芽,以后都会给我结果子吃了,外面大致有三个,有大有小,外观看起来都没烂,没发霉,根系也饱满有水分,比瘦到实,胖了一点。 剩下的盆里这个,也拿出来瞅一瞅,发现一个小根块,不知道还能发芽布。 这个也是白根,健康得很,很好,这盆没有损耗。 给它们来个特写,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蔬菜,我也是第一次见,比较稀奇。 主根的底端,还有像小萝卜一样的肿块,这不会就是它们的崽子吧。 就是说,一个冬天什么也没干,就在地底下生崽子,早知道是这么重要的事情,就不挖了,没准还能多几个。 因为根系不少,肯定还有潜力的。 为了让它们更好的生长,决定分拆两个盆种,由原来的一个五加轮,变成一个高三,一个矮四。 住的宽敞,根系就更发达,倒是后劲就足。 顺便也想知道,矮盆能不能中洋河,因为最近说的空盆,矮三,矮四有点多,剩下那几盆也不用挖了,大概率也是一样的,先剩根,再发芽。 好了,以后有人如果也中洋河,没动静的话,至少等三个月,它们动作慢。